前面我们讲了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接下来我们再看括号六 另外一个会计科目 合同结算 这些呢 都是新的收入准则里面 涉及到一些新的会计科目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关合同结算 会计科目的主要账户处理 通常情况下 企业对其已向客户转任商品 而有权收取的对价的金额 确认为合同资产 或者应收账款 这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如果我已经转任商品了 已经履行义务了 但是钱还没有收到 那么我们应该记载 应收账款或者是合同资产 到底记什么 前面已经讲过 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 反过来说 另外一种情况 对于销售方 已经先收款了 已收或者应收客户对价 比方说 我先收到这笔款价 但是我还没有履行义务 那么此时 我已经收到的款价 应该借银行存款 代合同负债 这两点呢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那接下来 我们在括号6里面 要讲什么呢 由于同一个合同下面 同一项合同下面 可能既有合同资产 又有合同负债 那么此时 我们应该将其两者 合并在一起 以进格来列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简化 怎么个简化 我们不要一边搞一个合同资产 一边搞一个合同负债 我们干脆设置一个新的科目 叫合同结算 以合算同一个合同下 前提是 在同一个合同下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 履行义务 某一时段 履行义务而涉及到 与客户结算 对价的合同资产 或合同负债的金额 并且在此科目下 也就是合同结算 这个科目下面 我们开设两个民企科目 一个叫合同结算 什么民企科目呢 叫收入结转 这个民企科目反映什么 反映企业 按照履约的进度 结转的收入的金额 其实也就相当于 我去按照履约进度 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记载这个科目 其实这个科目啊 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是合同资产的科目 我们前面讲过 我还没有收到钱 但是我已经履行义务了 那么借应收账款 或者是合同资产 代方借主营业务收入 比如这样一笔分落 这是我们前面的 借合同资产 那现在呢 我们不写合同资产 二合一 写成什么呢 叫合同结算 对应的民企科目叫 收入结算 本质上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合同资产的 这个科目 同时 我们设置另外一个民企科目 我用颜色区分开来了 那就是价款的结算 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这个科目是什么呢 反映定期与客户 结算的金额 可客户 每一期结算下来 我应该收取多少 那就是价款结算 民企科目 这个民企科目 其实对应的是 相当于合同负债 比如我写一下分落 我收到这笔钱了 我要结算吗 结算以后给我钱 给我钱 借银行存款 贷方 贷合同负债 那么这儿呢 实际上用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这个民企科目替代一下 这样就是相当于二合一了 在这笔分落里面 我们按照旅月进度 确认收入时 我不要写合同资产的 借方不写合同资产 都写合同结算 民企科目 叫收入结转 然后我收到钱这一块 定期结算 收到钱这一块 我代方不写合同负债 写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民企科目 好 这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合同结算 这个科目在前提是注意啊 前提是在统一个合同下 并且是针对 某一时段履行的义务 因为某一时段履行的义务啊 它是一个时间段 要分期确认收入 要根据旅月进度的确认收入 才有这样一个特殊化 就是二合一了 好 前面这些内容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七个问题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刚才讲的都是会计科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它在报表上列势 称之为叫项目 第一个问题 合同资产的项目 合同负债 在报表上列势的要求 企业应当按照 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本企业履行 履业义务 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 在资产负债表中 分别列势 合同资产 以及合同负债 那么这两个科目 列势的时候呢 很好理解 你的余额是多少 合同资产的余额是多少 那合同资产就列多少 合同负债余额多少 那就列势多少就可以了 有同学说 刚才不是说 这两个合在一起吗 注意前提 同一个合同下面 可以合在一块的 不同的合同 合同资产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合同负债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所以下面呢 我们要再说一下 那如果是同一个合同下面 怎么办 如果在同一个合同下面 你没有简化 有合同资产 有合同负债 那么 也应当以 进额来列势 这两个 要合在一块 在报表里面 要合在一起了 不应该分别列势 而应当以 进额来列势 进额 注意 两者一抵 借方余额的 那就是 说明是资产 那么 此时在 报表里面呢 合同资产项目 或者是 超过一年的 或者说 超过一个营业周期的 那就是 非流动资产了 那就是 其他 非流动资产项目 列势 有简直准备 要从这里面 减掉 这一点 等我们学 注册划机师教材 有关财务报告 关于资产负债表上 每个项目 怎么列势 那儿呢 我们会详细的再展开 给大家来说明 这儿呢 我们就是先 做一个普及 做一个了解 同样的 那如果 进额是 代方余额 刚才讲的是 借方余额 那如果是 代方余额 那就是 负债的性质 那么就在 合同负债 或者 超过一个 营业周期的 那就是 其他 非流动负债 项目里面 列势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 刚才讲的是 合同资产的科目 合同负债的科目 在报表上列势 那 我们前面也讲过 如果 同一个合同里面 简化了 没有分别 列势 而是 合在一起 直接设置一个科目 叫合同结算 那么 合同结算 这个科目 在报表上 有什么列势呢 道理是一样的 合同结算 这个科目 在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 期末余额 来判断 如果期末余额 在借放的 因为它已经是 二合一了 那就看你的余额 在借放还是贷放 如果在借放 表示是资产的性质 根据其流动性 道理是一样的 在合同资产里面 或者其他非流动资产里面 反之 如果余额在贷放的 余额在贷放的 那是负债的性质 那就在 合同负债 或者说 其他非流动负债里面 那这么一说 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问题 合而为一了 都是相同的 无非 这儿说 我统一合同下面 我没有分开列市 我有合同资产 有合同负债 那么你到报表里面去 还是要二合一的 看余额在借放还是贷放 这儿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在账户处理是 我没有设合同资产 没有设合同负债 因为统一项合同下面 我为了简化 直接就在合同结算里面去的 比如刚才的一种情况 一 统一合同下面 第二 我又是提供 某一时段旅行的义务 此时可以设个合同结算 那么合同结算 根据余额在借放还是贷放 在报表上分别作为资产 或者负债来列市 好 这是给大家作为介绍 科目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报表上是怎么列市 那么讲完这些以后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还是通过例题 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就是落实到题目里面去 前面讲的都是基础知识 那么我们在结合题目 进一步去理解它 贾公司是一家 拥有相关资质的建筑工程公司 2018年至2022年 贾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括号一 2018年1月份 贾公司与其客户 乙公司签订了一项 总金额为6.8个亿的 固定造价合同 括号含质保金2000万元 为乙公司建造一栋办公楼 该合同不可撤销 贾公司负责工程的施工 及全面管理 乙公司按照第三方工程 监乙公司确认的工程完工量 每年年末与贾公司结算一次 在帮工楼项目建造过程中 乙公司有权修改其设计的方案 如果乙公司终止合同 帮工楼项目以建造的部分归乙公司所有 第二 工程于2018年2月份开工 预计2021年6月份完工 预计可能发生的工程总成本是5.5个亿 这是我们在签订合同 当日做了一个预计总成本5.5个亿 事实上到2019年底 第二年末 由于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贾公司将预计工程总成本调整到6个亿 2020年末根据工程最新情况 将工程总成本调整为6.1个亿 成本在动态的发生变化 贾公司为乙公司建造的帮工楼项目 于2021年6月30号完工 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 并经验收后交付乙公司使用 按照合同约定 质保金2000万需要等到乙公司 于2022年底质保期结束 且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 翻能收款 在15当中确实是这样 建造好以后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这个帮工大楼交付给我们以后 帮工大楼里面 这些建造可能各个方面 都有一些需要维修啊 什么之类的 那说明你的工程 当初的质量有个问题 那需要是相应的要扣款的 那这道题假定没有发生重大质量问题 2022年底该工程质保期结束 未发生重大问题 以公司银行存款向甲公司支付了质保金 2000万元 另外呢 该合同的其他有关资料 如下这么一张表 这张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年累计实际发生成本是多少 比如2018年发生成本是15400 年末预计完成合同 上续发生成本是39600 这个数字呢 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这是年末当时呢 我们预计是5.5个亿 大家有印象吗 前面 5.5个亿 而在2018年呢 当年发生是15400 那么剩下的不就是39600吗 好了 到了2019年累计是33000 33000什么意思呢 包括去年的15400 累计累计 那2019年当年发生的是 33000减去15400 那这两个合在一块是多少 6个亿了 对 题目里面前面说了 到19年底预计调整为6个亿的成本 再来看2020年 48800 当年多少 当年是等于48800减去前面333 188 15800是2020年的 那么上序要发生是1220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2020年预计的当时不是6万1吗 好了 到了2021年完工的时候 正好和2020年预计是一致 是6万1 累计是6万1 2021年当年发生的数字就是6万1减去 前面的累计数48800 这是发生的成本 然后下面这是结算 我们说的不是每一年结算吗 根据每一年的要求 结算下来的金额已知条件 然后这是实际收到的款价 这是银行存款 上面是合同结算 结算的价款 这是收到的银行存款 表里面数字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下面还有其他资料 贾河仪不具有任何管理办法关系 另外呢 扩二贾河仪建造的办公楼项目 整体构成单一项旅业义务 单一项旅业义务 并且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业义务 那就要按照完工的旅业的进度来确认收入 并采用成本法确定旅业进度 什么是成本法 等会儿通过题目来理解 第三 贾河公司各年仪与客户结算 但尚未旅行的该部分旅业义务 预计在下一年度内完成 说明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能够完成 各年实际收到的合同价款 均存入银行 钱都收到了 括号四 假定工程建造期间 各年实际发生的合同证明 均为原材料和应付职工金头 其中原材料占70% 应付职工金头占30% 另外括号五 题目说了 这是一个既有合同资产 又有合同负债 同一项合同里面 另外呢 就是一个某一时段履行的旅业义务 某一时段履行的旅业义务 所以可以简化 二合一 就设置一个科目 合同结算 不设置另外两个科目了 括号六 不考虑税费几其他因素 要求是什么呢 编制家公司 从2018年到2022年 支付质保金结束 相关的会计分落 那下面我们分别 每一年来看一下 首先看2018年 奖公司在2018年 首先要算一个履约的进度 成本法 就是已经发生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百分比多少 那叫成本法 已经2018年已经发生 15400以致 预计总成本是55000 所以完工进度 履约进度是28% 因此2018年确认收入 根据总收入 6.8亿 乘以28% 19040 2018年 确认的营业成本 那就是总成本 55000 乘以28% 15400 那接下来 就可以写分路了 第一步 发生成本时 借合同履约成本 取得合同所发生的 不属于从货 不属于固定资产 不属于无形资产 会计准则范围的 也就是说 像这个情况 就是说 不是寄到原材料里面去的 不是寄到固定资产 不是寄到无形资产的 那刚才所发生的这一期 这是原材料是吧 然后这是为工程发生的 那所以我们要寄到 这个合同履约成本里面去 还是资产 被领用了 而确认了一项 资产的成本 当企业发生这些成本时 借合同履约成本 代银行存款 代应付支付金筹 代原材料等等等等 然后在对它进行贪销的时候 我们确认收入同时 前面讲过贪销 如果是某一时段旅行的 要按照履约的进度 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 那就是贪销 借主业务成本 代合同履约成本 然后它的余额发现 是尚未结转的部分 作为资产的劣势的 下面我们回到这道题目上面来 那接下来就是确认收入 并结转成本 确认收入 我们刚才题目里面有要求 就直接通过合同结算这个科目 按照履约的进度 结转的收入金额 履约的进度 刚才履约的进度是28% 19040 所以下面写分路 借合同结算 本来我这写什么 叫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还没有收到这笔钱 叫合同资产 现在呢 因为是同一项合同 并且呢 是某一时段内 履行履约义务 所以二合一 直接设置合同结算 明显科目叫收入结转 我们理解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你要考试要不写明显科目 也可以 但是呢 严谨一点要求 我们找个扎实一些 都把它写出来 也便于理解 这笔分路是什么意思 19040 带主营业务收入 然后借转成本 这就叫贪销 115400 合同履约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合同履约成本 15400 接下来 签三 结算 定期与客户进行结算 那这个金额是前面已知的表里面说 每一期 进行结算的金额 结算以后就变成我的债权了 借应收账款 因为这一段 我已经履行义务 履行完了 28%的部分 我已经履行完了 那就是 剩下来就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要给我钱了 借应收账款 贷方贷 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是2万 那么接着 券四 收到钱 借银行总管 带 应收账款就可以了 好 2018年有个换期分路 讲完了 接着就是报表上数字 前面给大家都打下基础了 这道题是二合一 合同结算 那合同结算余额呢 我们把它先算出来 怎么算 根据前面分路 根据前面分路 确认收入是 借房19040 结算的时候贷款2万 所以余额在贷款 余额在贷款表示 负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按照进度 我要确认 1904年的收入 但是 按照结算 你应该给我这么多钱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多给钱了 就相当于多给钱了 多给钱了 预付给我们了 那么 作为我们来讲 是相当于 就是预售款 合同负债这一块 960 余额在贷款 表示 合同负债的性质 合同结算科目 余额是960 贷款的960 所以 在资产负债表中 我们列势的手 列在哪 合同负债 960 接下来 我们再看 2019年的会计处理 那这个 程序是一样的 做题的思路是一样的 第一步 算履约进度 总成本 3万3 前面条件一致 这改了 第一年末 当时预计是5万5 现在第二年的是 6万了 那么 完工进度修正为 55% 所以2019年 确认收入的人 收入没变 总收入没变 6.8个亿 乘以55% 这是累计的收入 减去上一年 已经确认的收入 19040 剩下就是第二年的收入 18360 同理 确认的营业成本 等于 总成本 6个亿 乘以55% 减去上一年的 15400 算出本年度的 应结赚的成本 17600 同理 下面便分路 第一步 实际发生时 借合同预约成本 17600 怎么来的 我前面给表里面 给大家说过 第二年 330,000 累计数 减去上一年的 15400 那就是本年度的 发生的成本 代原材料 代应付 职工厅潮 第二 确认收入 刚才已经根据 履业进度 计算出来 18360 借合同结算 代主营业务 收入 18360 然后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合同预约成本 17600 刚才都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根据表里面 表里面有结算价款 借应收账款 代合同结算 19,000 最后 收到款项 表里面也有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账款 19,000 同样的 在第二年末 我们也要算一下 每年年末 我们都要看一下 合同结算余额 刚才算出贷方式 第一年末是960 刚刚确认收入 18360 结算19,000 所以余额还在 贷款16,000 所以我们在 资产负债表里面 合同结算的余额 的贷款就列在 合同负债里面 因为这是2020年来 完成的 属于流动负债 列在合同负债里面 金额1600万 1600 如此类推 第三年 2020年 发生成本 这个大家能够 看得出来 也是 减出来表里面的数字 第三年的 累计 4880 减去 前两年的 33,000 15,000 代源 材料 代行 只供金钞 然后第二步 算旅游进度 80% 简单的说一下 这和前面刚才 套路都是一样的 算出 第三年的收入 是17,000 总共68,000 乘以完工进度 80% 减去前两年的 第一年 第二年的 剩下就是第三年的收入 同理 截赚成本 是15,800 下面 编制分路 确认收入 17,000 在这 截赚成本 15,800 在这 然后 结算 根据题目的条件 是18,000 表里面有 第三年 18,000 收到款项 19,000 表里面有 写完以后 最后 看一下 余额 那就是 第三年末 合同 结算 余额 换个定型账户 刚才算出来 16,000 在代访 然后确认收入 17,000 结算 18,000 余额在 26,000 在代访 还是 合同 负债 还是合同 负债 这是第三年 然后第四年 2021年 发生成本 61,000 减去 48,800 是12,200 这没错吧 乘以 70% 那就是 85,40 30 36,60 应付 指红薪酬 第二步 算进度 因为 这是 最后一年 在六月份 已经完工了 那 完工进度 就是 百分之百了 实际上 就是百分之百了 所以 68,000 它是不变的 固定 造价合同 收入是固定的 68,000 乘以百分之百 的意思 减去 前面 三年的 剩下最后一年的 第四年的 然后 成本 也是如此 变成 61,000 了 减去 前面 三年的 12,200 所以下面 全收入 13,600 结转成本 12,200 就出来了 千三 根据 题目的条件 前面表里面 最后的一个 9,000 结算 加款 收到 也是 9,000 这些都很容易了 还有吗 还有一个 违款 质保金 还有一个问题 6月30号 这是6月30号 那么 合同结算 余额还要算一下 去年年末是 2600 根据题目的条件 刚才是13,600 收入 代翻 结算是9,000 这样余额再 哎 再借翻去了 再借翻了 2000 那2000是什么呀 那就是一个 应收的 支保金啊 还没收到啊 那这是合同资产了 这是个合同资产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 2022年 这笔钱 工程支保期 结束了 结束了 我就可以转成 应收账款了 什么意思啊 我原来是合同资产 我还有义务 这个支保也是个义务 那现在履行完了 转到应收账款里面去 借应收账款 代合同结算 2000 这样合同结算 再代个2000 合同结算 最终在这一年的时候 就没有了 2022年就为零了 然后收到这笔款项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账款 好 这就是有关 合同结算 它的会计处理 通过这个例题 大家比较容易 理解一些 前面我们学习了 收入会计要素 接下来 我们学习第二节 费用会计要素 第一个问题 费用的定义 及内容 其实 什么叫费用 我们在会计基础知识里面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就是讲六大会计要素的时候 提到了 费用市值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 发生的 它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减少 但是这种减少 与 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是无关的 这样一个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称之为叫费用 费用是与收入相对应的 它们都是 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所发生的 只不过 收入将导致 所谓的权益增加 费用将导致 所谓的权益减少 这是费用的定义 那么费用的内容 包括哪一些呢 费用有管义和狭义之分 管义的费用 那就是指 企业各种日常活动 所发生的所有的耗费 所有的流出 通通都叫费用 这是泛指的 包括交纳所得税 交纳税收等等 所有的流出 都称之为叫费用 这是管义的 泛指的 我们会计上是狭义的费用 那就是指 与本期营业收入 相配比的那一部分消耗 这一部分耗费 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 企业为取得营业收入 而进行长平销售 等营业活动 所发生的营业成本 以及期间的费用 所以我们会计的角度 是从 是讲的是狭义的费用 狭义的概念 那就是包括两大部分 营业成本和期间的费用 那么营业成本和期间的费用 又包括哪一些呢 给大家画个图表 营业成本包括主业务成本 和其他业务成本 而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费用费用三大部分 关于营业成本 我们在收入里面已经提到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面 主要是介绍一下 三大期间费用 那就是下面第二个问题 期间费用的内容 第一部分 管理费用 所以管理费用 就是企业在组织和经营 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所发生的一些费用 包括注意作战记号 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 什么叫开办费呢 我现在要开个公司 那么开个公司 就开始注册开始 然后招聘人员 这是在整个筹建期间 所有的支出 我们都称之为叫开办费 所有的支出称之为叫开办费 那么这个开办费呢 通通系在管理费用里面去 好了 后面这些大家就比较熟悉一些 什么董事会了 公司经费 公会经费 董事会费了 咨询费等等 注意一下 诉讼费 企业可能打官司 要交纳诉讼费 即在管理费用里面 还有什么技术转让费 研究费用 这一点我们在无形资产里面讲到了 无形资产研究阶段 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开发阶段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那都是费用化 寄在管理费用里面 另外注意 管理部门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也是寄入管理费用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销售费用 那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材料提供 劳劳劳劳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费用 在销售的环节 所发生的 包括销售商品过程中 发生的什么保险费 包装费 展览费 广告费 等等等等 另外呢 那就是销售部门 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也是记载销售费用里面 这一点我们在固定资产那一章 就提到了 接下来第三部分 那就是财务费用 这是企业筹集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利息支出 减掉利息收入 以及汇率损益 还有其他的手续费等等 好了 三大期间费用主要是这一些 这些难度不是太大 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第三解 利润 我们前面讲了 在我们这一章主要是反映 企业经营成果的三大会计要素 收入 费用 以及利润 我们第三节就是利润 那么利润呢 构成第一个部分是营业利润 也是最主要的部分 营业利润是由哪些组成 构成呢 营业利润是等于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成本 减去税金及附加 这个营业收入 请大家注意 包括主义业务收入 包括其他业务收入 第二个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包括主营业务成本 包括其他业务成本 会计科目 我们分别在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里面 比如销售商品 截赚成本 那是主营业务成本 收入对应的是主营业务收入 那么反过来说 那销售员材料 收入叫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截赚成本 叫其他业务成本 这是科目 在利润表里面呢 对应的项目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我们这儿学完以后呢 也便于我们学习下一章讲财务报表的时候 利润表的内容其实是相同的 我们就是按照利润表的结构 给大家来说明这一些 然后再减去 三大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接着这儿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利润表里面有一个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我并不是说在期间费用里面 我们并没有把它单独做为一项 其实研发费用 也就是这个研究费用 是管理费用的一部分 原本是管理费用里面一部分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利润表的格式里面 为了能够单独反映 企业的研究开发的支出 就是费用化的部分 在利润表里面呢 单独列出来 那么有同学想 那不就重了吗 是有这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会计核算时 编织分路时 都记在管理费用里面 然后在编织报表的时候呢 我们从管理费用里面 把与它相关的 研发的费用相关的部分呢 把它挖出来 分离出来 单独列在这一项里面 其实它也是管理费用科目 内容之一 所以下面这儿有个解释 研发费用项目 我们指的是利润表啊 只有利润表上有这个 科目我们不单独是研发费用 那是研发支出 明细科目 费用化支出 期末转到管理费用 最终是在管理费用里面 我们现在讲的是报表的内容 叫研发费用这个项目 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 当中所发生的费用化的支出 费用化的支出 我们不是记在管理费用里面了吗 那就在编制利润表时 我们从管理费用科目下面的 研发费用这一块 把它分离出来 还有除此之外 还有一块那就是 进入管理费用的 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我们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要摊销的 那么摊销以后不是 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了吗 那这一块也把它挖出来 两块分离出来以后 填在这个项目里面 再强调一下 它是利润表里面的组成 接下来加上其他收益 这个我们以后会接触到 这个其他收益这个科目 然后再加上投资收益 如果损失就减去 加上公营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减去 然后再减去两项 这个是金融资产的 金融工具的减值 既在信用减的损失里面 我们暂时还没有接触到 然后再减去资产减的损失 再加上市场处置收益 如果损失把它减掉 这样呢 我们就算出来的结果叫 营业利润 这是营业利润的构成 为什么要了解这一些呢 可以出选择题的 下列交易事项 影响营业利润的 有ABCD多选题 是这里面的 那就影响 不是这里面的 那就不影响 所以这一块具体的内容 我们需要掌握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二个部分 就是利润总额 将营业利润算出来以后 我们再加上 营业外收入减去 营业外支出 就等于利润总额 哪些属于营业外收入 哪些属于营业外支出呢 我们下面看括号一 营业外收入的内容 营业外收入 注意了 它不属于收入 我们前面收入 收入讲的是 日常活动相关的 经济利润流入 这个营业外收入 它是与其日常活动 无直接关系的 各项利得 也就是说 它是企业非日常活动当中 所形成的 而不是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包括哪一些呢 比如 非流动资产 回损报废收益 某些固定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最后报废回死了 但是呢 经过处理以后 会计处理以后 最后还有一个净收 那就转到营业外收入 然后第二个是 与企业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 这项政府补助 如果我们企业日常经营活动 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呢 我们就记在 营业外收入里面 第三是盘盈利得 这个盘盈有同学可能就在想 哎 盘盈 没讲过到营业外收入啊 从获盘盈 充减管理费 难道是固定资产盘盈吗 不是 固定资产盘盔 是记在营业外支出的 没错 固定资产盘盈 是一件不正常的现象 那就属于一项会计差错 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个盘盈 我告诉大家 是什么盘盈呢 现金的盘盈 现金 库存现金在盘点的时候 可能多了一点点 或者少了一点点 有可能会多出来多 这个我在实务当中 我就接触过这样的情况 盘点下来 最后多了几百块钱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多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记到营业外收入 所以这个盘盈是指 现金的盘盈 还有捐赠利得 那就是别人捐给我 这是与日常活动无关的 那就记在营业外收入里面 好了 那么这些了解以后 大家想一想 跟前面就可以出题目了 如果选择选择题的选项里面 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 那它就不影响营业利润 因为它影响的是营业外收入 它不影响营业利润 它影响利润总额是对的 但它不影响营业利润 这就是范围要清楚 影响还是不影响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部分 营业外支出 这一块给大家也做了个解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这写了一下 现金资产的盘盈 下面看营业外支出的内容 营业外支出呢 是指企业发生的与其日常活动无关的 无知之间关系的各项损失 这个是和费用时对比起来是 费用我们说的是日常活动相关的 经济利润总流出 营业外支出呢 那是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 无关的这个损失 包括非流动资产回损报废损失 这个可以理解 固定资产报废了 最后一清理是营业外支出 第二捐赠支出 我们对外捐赠 寄到营业外支出里面 第三盘亏支出 这个盘亏是指谁啊 那就是指固定资产的 固定资产的 那么还有营业非常损失 非常损失有固定资产的问题 固定资产也有非常损失 那其实库存商品 如果出现非常损失 也是寄到营业外支出 还有给罚款了 这是第四 第五 某些罚款支出 那么比如违反税法规定 交纳支纳金等等 那寄到营业外支出里面去 好了 这一块呢 我们注意一下 营业外支出的范围 有哪一些选择题 要注意一下 好 那下面呢 这一块像刚才一样啊 给大家也提了一下 就是说分别指哪一些 做了一个说明 这个大家参考一下 我刚才已经口图表述了 讲完利润总额以后 按照利润表的格式 那接下来最后就是谁呢 就是净利润 净利润呢 怎么回事 那是在利润总额的基础站 在减去所得税费用 叫净利润 所以利润总额呢 我们有时候又称之为叫 税前利润 那就是扣除所得税前的利润 扣掉所得税费用以后 就称之为叫净利润 所以我们这一张收入 费用 利润 内容 最主要部分 是在收入那一块 费用和利润 内容相对比较少一些 那么到这为止 我们这一张内容 就给大家学习完了 也是给大家小结一下 总共三结 第一结是收入 在收入里面 我们讲了四个大问题 一个问题是收入确认的原则 站在企业的角度 当企业履行了 完了义务 那么应当确认收入 站在客户的角度 那就是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这是原则 接着我们讲了一下 收入确认的前提条件 五个条件 必须要同时满足 然后第三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有关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步骤 要分五个步骤 第一 首先要识别合同 是不是 第二 这个合同当中 要识别有几项履业义务 第三 要确定它的交易价格 第四 要把这个交易价格呢 分摊到各项履业义务单中 然后第五 也就是最后 根据每一项履业义务 确认的 这个确认收入时点 来确认收入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我们又介绍了一下 合同的成本 合同成本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合同履业成本 第二个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业成本呢 我们应当记住 合同履业成本的 这个资产呢 作为一项资产 合同取得成本 它是一项增量成本 也是确认为一项资产 然后要进行摊销 那就是括号三 括号三 接着我们在这里面 给大家补充说了 三个科目 一个是合同资产的 会计科目 它和应收账款 要区分开来 然后讲了一下 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我们要于 预收账款要区分开来 然后括号六呢 是在同一项 合同下 同一个合同下 如果既涉及 合同资产 又涉及合同负债 并且呢 是一个 某一时段 履行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二合一 统一到一个科目 叫合同结算 然后分别 开设两个 然后开设两个 明系科目 进行账务处理 在这一块呢 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通过例题呢 能够感受啊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好 这是第一节里面 重点掌握这四个部分 接着第二节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三大期间费用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三大期间费用 分别包括哪些内容 随后我们讲了一下利润 利润的构成呢 第一步先计算出 营业利润 也是最主要的部分 包括哪一些 第二 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我们再加上 营业外收入减去 营业外支出 那就等于利润总额 第三 我们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再减去 所得税费用 那就最后的结果出来了 净利润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一章内容我们就学习到这